灰熊果然把合同收回去了 王朝还未建立狄龙布鲁克斯就被扫地出门了 之前就分析过 灰熊全队除了狄龙布鲁克斯之外 其他位置都不能动和不用动 只有他这个位置需要换一个成熟的3D球员来 现在著名记者Shams就报道了 灰熊管理层已经跟狄龙布鲁克斯进行赛季总结会面 已经明确告诉他 球队将不会跟他续约的决定 也就是说 本来灰熊提供的三年5000万的合同 被灰熊认为狄龙布鲁克斯不值这个价钱 收回去了 而狄龙布鲁克斯的合同现在已经到期了 他现在是自由身 可以随时跟任何球队去签约 灰熊这是等于公开把狄龙布鲁克斯扫地出门了 连一片树叶都没有去换 白白放走他 王朝尚未建立 但从此再也跟狄龙布鲁克斯无关了 这一轮系列赛 狄龙布鲁克斯缺乏投射能力的问题被放大了 关键是连防守端都没有表现出他的价值 就这表现 他居然还有底气去拒绝灰熊开出的三年五千万的合同 而是狮子大开口 索要四年八千万的肥约 接下来 狄龙布鲁克斯显然是不会有球队给他要求的二千万年薪 一千万也未必有球队给 中场合同应该会有球队提供 只是如果这合同是胡人或者勇士开出的 他会厚起脸皮去吗